一、懒惰可以吞噬一个人的心灵,它就像灰尘一样,在硬的解碰上也会生锈,懒惰是万恶的源头,它可以很轻易的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比尔盖茨。 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吧。 一、人生的确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谋事在人,城市在天,中国的古训说明各占一半,二、机会时常意外地降临,但属于那些绝不放弃的人。 三、抓住人生的每一次机会,机会就像一只小鸟,如果你不抓住,它就会飞得无影无踪。 四、智者早一步,雨者晚一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三、无论你在背后说它什么,都会传入它的耳朵。 比尔盖茨 四、难道坐头等舱会比坐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 比尔盖茨 五、在所有客户当中对你最有意见的人,才是你最需要学习的对象。 比尔盖茨 六、没有人相信潜力这东西,除非你做出一些事情来证明它。 比尔盖茨 七、这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 这世界指望你的自我感觉良好,牵线要有所成就。 比尔盖茨 八、生活是不公平的,你要去适应它。 比尔盖茨 九、爱情比软件还要难开发。 比尔盖茨 十、电视并不是真实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的离开咖啡屋,去盖自己的工作。 比尔盖茨 十一、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只在乎你做出来的成绩,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 比尔盖茨 十二、在你没有成功之前,没有任何人会理解你。 比尔盖茨 十三、只要有坚强的持久心,一个庸俗平凡的人,也会有成功的一天。 否则即使是一个才识卓越的人,也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 比尔盖茨 十四、如果你已经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那么就在你的生命中,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吧。 比尔盖茨 十五、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了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成就以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尊。 比尔盖茨 十六、微软永远离破产只有十八个月。 比尔盖茨 十七、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要学着去习惯它。 比尔盖茨 十八、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去哪的话,你就不会到达。 比尔盖茨 十九、没有人能使你倒下,假如你的信念还站立的话,比尔盖茨 二十、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是成功的两大关键。 比尔盖茨 二十一、比起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读书的好习惯更加重要。 比尔盖茨 二十二、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到,也必须去做。 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 比尔盖茨 二十三、杀大法威的人,有可能到头来会为一个法威的人工作。 比尔盖茨 二十四、进驻成功是好事,但汲取失败的教训更重要。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二十五、How you gather, manage, and use information will determine whether you win or lose。 你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的方法,决定了你的输赢。 比尔盖茨 二十六、难道做头等舱,会必做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 比尔盖茨 二十七、有非凡志向,才有非凡成就。 比尔盖茨 二十八、大家知道,很多人希望把他们积累的财富留给下一代。 这样做当然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我能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他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 比尔盖茨 二十九、或四毫才会称大气。 比尔盖茨 三十、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与他的志向有直接的关系。 一个没有大志向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 因为他的人生目标,早已被他的鼠目寸光积绊住了,人生就像爬山,最重要的是先给自己定一个高度。 如果你只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在半山腰,那你就绝不可能奔上山顶。 比尔盖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